互相比对他的议案比较有学习的效果 所以那个就先往后面 那我这个讲义上面那个唐荣川的那个本草问答的内容 也只是在间接的解释古时候这个药物说是金跟木的药性的相反 或者水跟火的药性的相反而已 那同学就是如果稍微看一下就是 认识到他的这个大概的理论范畴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桂枝加葛根汤我们在商寒论里面看到的 桂枝跟哨药都只放二两 那有葛根在桂枝跟哨药少放一点是没有问题了 因为他的这个效果还是一样 可是呢在前面的章节有同学提问题 就是说前面有一个章节出现的桂枝加葛根汤 它桂枝跟哨药都是放三两 那其实我们在临床啊 无论是放二两或者三两 其实效果是差不多的 这个这个差别倒是真的很不明显 所以主要是葛根要放的多就是了啦 所以桂枝少要多一点少一点 倒不是那么的要紧 那这个桂枝跟葛根汤在前面出现在哪里呢 在出现在第五卷的第47条 他说呀如果你的寒你这个人受了寒邪啊 这个地方这个前面这个第五卷这边是所谓的六气篇 六气篇就是天地之间有风暑湿灶寒火六种气 而你受到这六种气的影响而生病了 可是不是感冒的时候那就要照六气制不是治感冒制 因为感冒这个伤寒这个东西是有病毒引起的 对不对 那你被冷坏了被热坏了那不一定是感冒 对不对 中暑不是感冒吗 是不是这样子 或者手脚被冻僵那也不叫感冒吗 感冒后有病毒才叫感冒 所以他就说如果你是纯粹受冷 然后这个冷呢清洗到你的肾的时候呢 那你会这个有他这些症状 就比如说这个肩膀跟背啊都觉得非常的僵硬啊 不能够转动之类的 那这个时候呢吃桂枝加葛根汤 可以把肾脏瘦的寒血拔出来 这是将来会教的一个条文 而这里的桂枝加葛根汤就是桂枝跟少药都三两的 那同学也可以知道一下 就是这里提这个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说有一种病叫做僵直性脊椎炎 对不对 我们不一定会知道那个病在西医来论的话 它的病因是什么 但是有的时候 他如果刚好合乎到中医所说的这个 肾受寒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这类的方可以把它处理的还不错 这不是一个绝对啊 只是一个就是中警方有的时候会因为症状相合 可以治到一些一般我们说很难搞的病 就是跟同学提到一下 就是这种症状的东西 同学将来读到的时候再把它记熟一点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 再看回我们的这个 桂枝润的这个条文 那我们上次教了桂枝加葛根汤嘛 那这次我们就往后面看啊 那这个后面有几个条文是没有方子的 但是是要同学理解一下啊 然后一感冒的时候要遵循的原则 那这个第六卷呢 第十六条 他说太阳并下之后 其器上冲者可与桂枝汤 这个地方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同学刚开始学桑寒论都知道 太阳病是人体受邪 最表面的一层 对不对啊 那当我们最表面一层的身体受邪的时候 最表面一层身体受邪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要依循着这个病所在的位置 把这个邪气推出去 是一个比较正当的做法 对不对 总不会说表面受的邪气 我还要把那个邪气拉到我最里面来 然后从大肠排出去吧 就是好像这样不必嘛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呢 可能是张仲锦那个时代的别的医生啊 医术都太烂了 其实是汉朝时代可能有一些 成方成药的郎中医生 就是不管什么人生病对不对 我都让你吃一种药让你吐 然后吐了之后 有些人的病就会好 或者不管什么人来 我都开泄药 拉了之后排毒嘛 排干净就会好 就是那个时代是有这样子的医生存在的 那也就是送到张仲锦面前的病人 有些人都已经是被他左邻右侧的佣衣已经医坏了 那么太阳病 我们的治疗原则是要把这个含邪或者风邪发出去 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可是呢 有些佣衣呢 就会用了下法 那下法就是吃蟹要让他拉 那我们人呢 受了风邪含邪 这个风邪含邪之所以能够一直维持在表面 让我们的脉是浮的 以至于可以用桂枝汤或者麻黄汤把它发掉 这是因为我们身体有抵抗力 对不对 有这个太阳含水之气这层磁场 把这个病邪挡住不让它进来嘛 因为抵抗力在挡病邪 所以我们的脉会浮起来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你用了下法 让它狂泻 那你的元气好像被中间被抽掉了 所以元气被从中间抽掉 你的那个邪气就会往里面攻进来 那这样子从里面用下法 这个元气被扯下来 病邪被扯下来之后呢 那个被扯下来的病邪啊 就好像那个我们打小钢珠一样 那个钢珠会挂在哪里就不一定了 所以挂到这里有这里的病 挂到这里有这里的病 就是有各种各样 因为医患而产生的症状 那么 一般来讲呢 张仲锦医患症 就是说 看这个医患的病邪掉到哪里 就会产生哪些症状 然后就开有些方来医他这样子 可是有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呢 是 这个人呢 身体可能比较好一点 他虽然被用了下法 拉了 病邪掉下来了 可是他的抵抗力呢 却有能力再一次的振作起来 把病邪推回原来的位置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他这个人果真这么厉害 病邪被推回原来的位置 那你就看是不是桂枝汤症 如果还是的话就可以用桂枝汤把它解决掉 那他在形容这个 骑气上冲呢 就是指说 这个病邪啊 被脱回原来的位置的时候 那个人会有什么样的主观的感觉 那这个 骑气上冲的主观的感觉 其实在 历代研究伤寒的人里面啊 这个事情很容易跟其他几个东西混淆 所以呢 这里要跟同学把它厘清 怎么讲呢 这里这个骑气上冲 比较单纯的就是一种 这个人会觉得好像 身体里面有一种闷脏闷脏的感觉 就是同学知不知道那种气冲头是什么感觉 就比如说 在外面什么事情很急很气很忙 然后回到家忽然坐下来的时候 觉得你的人坐下 你的气还不肯坐下 你会觉得 好像那个气有点冲上来 人有点发胀发胀那种感觉 这感觉有没有同学能够想象吗 就是那种气比较往头脑冲的感觉 就是整个人里面有一种压力的感觉 这个是那个是这一条说的 骑气上冲的感觉 而这个骑气上冲不能跟几件事混淆 张冲顶的书里面还有另外一种病 叫做奔屯 有没有听说过 有些同学出学的可能没听说过 这个屯就是小猪仔嘛 那中国人说猪是水畜 所以猪在跑也就是水在跑 那这个奔屯是一种什么病 后面这个太阳片会教导 就是当一个人感冒的时候 他的新阳受损的时候 这个下胶的水斜 水气就不受这个阳气的掌控了 就因为新阳到达小肠 小肠蛋送给命门 就是命门火跟新阳是一起的 一体的东西 这个人的新阳供应到命门火 这个地方是让人的水能够 就是等于是有了命门火 他可以把这个水气都轰暖 往正确的道路走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的新阳 因为某些因素而散掉了 命门火忽然熄火了 那在感冒的人会有一个症状 就是这些水啊 不受这个命门火的约束 就从前面这样的倒窜上来 那水气倒窜上来的时候 会有个症状是你会感觉得到 这个下腹部啊 有一小坨肉在跳动 跳动跳动这样往上面钻 这好像肚子里面有一头小猪在跑一样 这叫做奔吞 那这是一个真的会有的病哦 同学你们有没有人有过这种人生体验 就下腹部好像有一块肉在跳跳跳 有没有那种感觉 有没有人有过 台湾那么多水毒的人怎么会没有 像我都有过 那这个奔吞就跟它的严重度 跟它的位置 有些人的奔吞会从旁边窜上 有些人的奔吞会一直撞到这个喉咙这么高 但是基本上那是感觉到有一坨气这样的 啪啪啪啪这样的冲上来 那那样一坨气冲上来的奔吞呢 它基本上是一个心阳不足 水斜上腻的一个状态 那西医啊 其实也有诊断到奔吞 那诊断之后都是说这个人是 歇斯底里 就是说这个人有幻视或者幻听 因为这个气所造成的这种东西 西医它解破不出来 所以他就觉得这一定是主观的感觉 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所以我就觉得我有过奔吞 所以知道那的确是有一块肉在跳 肚子里面有一坨东西在跑的感觉 而且有时候看得到那坨肉在跳的 可是西医就怎么样都不承认 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 就凡是牵涉到气的层面 你就不能叫西医承认 那这个奔吞这个病 因为也是有一坨气这样往上面跑 所以呢很多人会把这个 骑气上冲这件事情跟奔吞把它搞混 但在这里的话同学就要知道 奔吞跟这个下后气上冲是不同的感觉 奔吞是有一坨气这样子撞上来的 而骑气上冲是整个人这样子 好像有一股闷障赶上来 那跟那个以后有一个弹隐的那个病 叫做林贵竹肝汤症 那个是起来的时候会觉得 眼睛忽然发黑 有一点头昏 然后那个胸口也会一闷 但是那又是另外一种 那个又是另外一种 所以眼睛会发黑 站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胸口闷一下 那个是因为这边被弹隐塞住 那是另外的病 所以这些都不是 气上冲就是一个单纯的气往上冲的感觉 那另外还有呢 像那个张仲锦的这个伤寒力 那边有讲说 什么动气在上不可发汗 动气在左不可发汗 动气在右不可发汗 就是说如果你的哪一块肉 会有异常的跳动的话 不可以发汗 那个是在讲那个五脏 某一脏可能有一些 不对劲的东西堆积在里面 造成的现象 那这个跟这个气上冲又是无关的 所以在这里就是 可能同学还没有读到这些条文 但是这里要先说明 突然等到读到这些条文以后 同学我怕同学会混淆啊 因为这个混淆之后会有 伊礼上面的混淆 怎么讲呢 就是 我们 这个气上冲我们用桂枝汤 是因为 它的病邪跟我们的抵抗力 都回到原位了 对不对 等于这个病没有动过 还像原来一样 所以我们就照原来的状态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用桂枝汤 可是呢 历代的医生因为把这个东西跟奔屯混淆了 乃至于出现一个论点 而那个论点是不太适当的 因为我们在医奔屯的时候啊 会用一个汤器叫做桂枝加桂汤 就是桂枝汤里面把桂枝加重 那桂枝加重就能够补更多的新阳 对不对 那新阳变得那么大了 然后再才能把那个水鞋压下去啊 所以桂枝加桂汤是用补新阳的方法来正固水鞋 这是有这么一回事 克制新阳的 那所以呢 一家从这个桂枝加桂汤就可以知道说 桂枝可以什么 平冲降溺 能够把气往下压 就是从那个汤的体验里面这样说 那么我们又说桂枝在神龙本草经里面置土锡 你用桂枝这个要人的呼吸会变深 气会比较下去一点 但是我也跟同学解释过 那个气下去的感觉是因为你的能量比较通了 所以感觉主观的会觉得人的呼吸变得比较深 对不对 那在这几个礼路上面来讲 桂枝可以下这个气都是对的 但是呢 有一些注解的人呢 解释这个齐气上冲就说 因为气上冲 所以用桂枝汤来平冲降溺 这样不对 这在逻辑上是错的 同学听得懂吧 因为这个桂枝汤还是在治感冒用的 不是在平这个冲 说吃了桂枝汤 哦那个气就压下去了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要知道一下 所以他说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 这个方用前法就是啊 你还是要判断一下 它麦是不是有浮回来 是不是依然是浮缓的麦 是不是依然恢复到怕风的状态 这些症状都齐全了 你再照着桂枝汤的用法去用 那如果他回来的不是桂枝汤的症 那你也不要用桂枝汤啊 对不对 所以如果回来是麻黄汤的症的话 但通常回来的不会是麻黄汤的症 因为麻黄汤是一个表示症 你被下锅之后再回来哦 那个人的气场会比较虚一点 比较难构成麻黄汤的症啦 所以一般论而言的话 桂枝汤症的几率会高一点 但他也不是说桂枝汤煮之 他说可与桂枝汤 就是有用桂枝汤的机会啦 那他说如若不上冲者 不可与之 就如果你被下过 用下法搞过之后啊 这个人的气呢 他不再有这个主观的上冲的感觉了 那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他的抵抗力 已经没有办法把病血脱回原位了 那不能脱回原位的话 要怎么办呢 就在下一条 他就说 如果呢 太阳病三日 这个三日到底是什么意义啊 在这里的话不太有意义 因为说什么三个七天也不对 说什么传太阳 传阳明 传少阳也不对 就基本上就当作是 生病生了几天 这样就好了 因为在临床上 这个三日倒是没有重要的意义 他就生病生了几天啊 他说已经发汗过 或者是吐过 或者是吓过 当然太阳病啊 发汗有的时候也是错的哟 为什么 因为桂枝汤的使用 在张仲敬的书里面 不太称为发汗 发汗是麻黄汤 或者是大青龙汤 才称之为发汗 所以 有的时候你桂枝汤症 你用了麻黄汤发汗 这个人就会怎么样 因为桂枝汤是一个 比较 表虚的病 那你用了麻黄汤 这么激烈的发汗药 会把这个人的阳气跟汗水都 发掉 以至于这个人会狂汗不止 虚脱掉 所以发汗也可能是一个物质 如果你桂枝汤的症 用了麻黄汤就是一个物质 它就会变成需要补救的 或许是桂枝加父子汤症 或者是真五汤症 就变成所谓的坏病 那这个 或者是用了吐法 或者是用了下法 或者是用了温真法 所以张仲锦的这个弱字 在文法上面 常常是当作货者来看 那就是有这些可能性 那温真法的话 后面就有所谓的 太阳篇的后面 有所谓的火逆十一条 就是用了温真 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他有讲 那温真就是把真烧热的插进去 那这个 他说人不结者此为坏病 就是如果你是该用汗法 该用吐法 该用下法而用了 那病就好了 就没事 可是你不该用而用的话 病就被你搞坏了 这个被搞坏的病 张仲锦称之为坏病 像我从前就真的听到过 有医者 在开药的时候 看到病人来了 他说先要病人 把他看过的 前几个医生的药单交出来 然后他把前几个医生 开的药 一帖一帖破解回去 再帮他医病 那真的有 就是会这样子的 他说桂枝汤不中 不可于也 这个桂林本写不可于 宋本写不中于 中就是中间的中 那这个听说张仲锦那个地方是所谓的楚国方言吧 楚国方言的话 中就是可的意思 就像我们现在今天说的这个人不中用 就是这个人不可用 对不对 所以就说 所以不中 不能给他 就是不可以给他 不中于 就是不可以给他 他说呢 要观其脉阵 知犯何逆 随正致之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他就讲说 那你就要看他 已经被医坏了之后 这个现状是怎么样 然后针对这个现状去找到他病邪的所在地 我刚刚也讲了说 被拉下来的邪气好像打小钢珠啊 这掉到哪里都不晓得 所以呢 就有不同的病邪坐落的可能性 然后呢 要去处理他 那其实我们读伤寒论啊 读太阳篇 读到这边之后呢 就会发现很多都是张仲锦在教你怎么医坏病 也就是张仲锦是过得蛮可怜的人生 他的家附近好像有十几二十家佣医院啊 然后都医坏 然后送到他家来 然后他就不断的要处理这些case 所以伤寒论的太阳篇 这个方子啊 十之八九都是在医坏病的 就是这种 这个比例会让人感觉到汉代佣医的比例啦 那么 张仲锦他在 但是我 那你或许会说 那我们学伤寒论啊 那我们一开始就不要医坏 不就没事了 我们就不要学那么多方啦 这样伤寒论的方 就可以少学很多 这也是有道理啦 就像是我从前教那个金方本草学的时候 就多半在挑那些没有坏病的方在教 可是呢 其实张仲锦的每一个医坏病的方啊 都是在标示出 人的身体有某一种病邪该怎么处理的方法 而往往啊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些病啊 不一定被医坏才会出现 我们会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有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个病 就是比如说你感冒 你没有发现自己感冒 然后呢 不小心还喝了一杯汽水 那就算是你自己把自己下过了 那个病血已经拉得脱位了 所以常常会有的 所以张仲锦的坏病的那些东西 对我们来讲都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用不到的方啦 都是临床上很有用的 所以就知道了这样 那我们现在所谓的坏病啊 首先是张仲锦这个方的书里面就说感冒的时候要少喝水少吃东西 对不对 那可是现在的人呢 感冒的时候什么 灌牛奶的也有 吃冰淇淋的也有 灌果汁的也有 说要补充维他命C什么的 灌运动饮料的也有 那这些 你在家里面就很足够你制造出坏病啊 那病血会被拉得脱位 那如果是送到医院去呢 打点滴啦 抗生素啦 这些都是一种比较阴寒的疗法 或者打退烧针啦 这些都会造成坏病 那这个如果是家里面吃果汁啊 或者是什么喝冷喝冰吃冰淇淋造成的坏病 用张仲锦的治坏病的方法我觉得还蛮好处理的 那去过西医院的人呢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难处理 这个东西有一半一半的机会 就是我也看过不少啊 这个大陆那边的金方的一案 是什么西医院已经用过很多抗生素了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都还没有弄好 然后吃了金方就好了 有这样的案子 可是我自己的人生体验呢 就有的时候会觉得 在西医院打过针吃过抗生素啊 你在开张仲锦的方法 好像那个中药的药效变得很微弱 是不是当那个人的身体里面啊 还有那个西药成分的时候 有时候中药会被中和掉还怎么样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因为但是西药要在血液里面慢慢淡化啊 大概要两个礼拜吧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觉得 吃完西药的人两个礼拜之内 我不太想医 因为很难说 就是那个开药开的没有把握 那可能同学你们就知道这个情况 看看说 如果去过西医院回来 到底还适不适合给中药 我的话是有这样的经验 就觉得吃完西药两个礼拜以内 中药不太有效了 就是我有过这样的经验 那或许我是用科学中药比较弱 看看是不是大包一点 用肩剂会好一点 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基本上呢 家人要怎么样就随他了 但是呢 自己的话尽量不要感冒 把自己弄成坏病好不好 就感冒的基本的养护的措施要知道 那我们就稍微下课一下 再来看下一条 事情呢 我回家就跟陈住教在说 我说 有的时候看到这样子的case 就会觉得说 这个小朋友 其实他自己也学了很多艺术 东一点西一点的 讲的话都有一点高来高去的 就是有一点黑化的调子了 可是他高来高去的时候 他没有那个基本功 所谓基本功就是辨别阴阳虚实 像一个人 而且他的病是他自己告诉我的 他说一般来讲 红雪球会过多 那就是生活在空气极稀薄的地方的人 因为他的身体得不到足够的氧气 所以需要很多红雪球来抓住这些氧气 这个同学都能够了解 对不对 那 那陈住教听我在讲他这个症状的时候呢 陈住教就说 这个病是因时 怎么会是因虚 就是他的能量不够 阳虚到极点 以至于他的身体不能从空气里面得到 这个 就是呼吸 我们身体要纳气 要把这个空气的好处 收纳进来 这个是阳虚才会产生的问题 因为他的身体不能够纳气 以至于产生代偿反应 拼命制造红雪球 那个红雪球称之为因时 那 那他一直跟我讲是因虚 我因虚发热 我因虚发热 那我就觉得说 他的那个分判点 其实就是基本功上面有 有很奇妙的误差 所以他可能一直在吃一些 就他自己会去找一些 比较清凉啊 你们滋阴的药 那已经因时去找一些清凉滋阴的药 可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就是这种感觉 那我就说如果要从纳气医的话 比如说 让雪能够得到气 当会补血汤也可以哦 保原汤和生脉伞 让肺能够吸气也对哦 那让气能够真的被我们收进来 胜气完啊 胜气完让能量真的抓得下来 那还有另外一个火神正清案的方法 叫做前阳丹 把阳气死打到丹田的 就这些方法都可以处理这个case 但我还没有还没有真的怎么骂一啊 这些话还是空话哦 没有一毫不能讲炫耀的话 但是基本上就是如果他把它当作 因为像尼海夏先生当财富阵医嘛 那或者是其他他自己想 或怎么样当阴虚来医 每天吃一些滋阴的药 那其实那样子就是在基本功上有偏差的时候 等到遇到比较难的病的时候会变成 讲了很多很奇怪 听起来很很炫患的道理 可是实际上 陈修教的听了说这并不是道理很简单吗 为什么他会能够弄到那么复杂 就变成 那当你这个基本功没有练到很好的时候 其实病人本人在医学世界打转 他会变成一个踢管者 所以他自己有一套很奇怪的逻辑 然后让别人不太容易介入他的身体状况 那当然这个同学他后来会怎么样 我还不知道了 但是只是说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是一个基本功上面的问题 那我就说这中医基础的课 虽然其实也是淡淡 什么东西都摸一下而已 而且这个课我也是讲得很清楚 并没有要给同学医术 医术要从商涵论第一条第二条这样读 那样得来才是真的 但是至少在认识的过程里面 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观念 我希望同学能够还是把它留下来 这样子 好那我们下节课再来上 好 好